嗨,大家好,我是街頭藝人曹約伯 歡迎您進到我的YouTube頻道 那這個系列呢,是我所規劃的一個新的一個單元 叫做約伯音樂故事 在這個單元裡面呢,我每一次都會來分享一首歌 那這些的歌呢,都會跟我自己本身 或者是我的朋友們 他們在已過跟我分享他們的一些的人生啊 愛情啊,或者是一些情商的故事 算是他們的主題曲吧 那我這一次呢,這個是我這個系列 約伯的音樂故事的一個世播集,第一集 這個第一集呢,我要來分享的是 江慧的《啾熬的心聲》 江慧的這首《啾熬的心聲》呢 是發行在1992年的時候 那這首歌呢,為什麼跟我個人的一個 感情挫折情商故事有相關呢,是因為在四年前 而且那個時候在我人生最低潮 情感最挫折的時候呢 當我聽到這首歌,不光是聽喔,光是我在唱的時候呢 我發現這首歌正是把我的心境心情 以及當時那種有一點,用棒策 被拋棄的一個感受 那種難過的感覺啊 這個一般跟別人說,別人是無法理解的 但是呢,覺得聽跟唱 他自然把我的一個心情給抒發出來 同時他也非常療癒到我 那,尤其是他的歌詞講到說 這是那句 我記得呢,當時我在那個手機的APP軟體 就是全面Party在錄唱的時候 其實我唱了好幾次 我記得大概唱了第三次到第四次 我才有辦法忍就不哭 不然呢,第一次第二次錄唱的時候 幾乎整首歌靠嘎 從頭哭到尾 然後呢,大概唱到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的錄唱之後呢 我的悲傷才止步 我的眼淚才停止 我才背傷止步呢 才不會在我的錄唱歌聲當中呢 唱到一半哭出來 所以,這首歌其實真的是我當時 第一首歌療癒到我的情傷的 一個一首歌,一個代表作 所以在這個世播的第一集裡面呢 跟各位朋友分享這一首 將會的糾熬的是不是 那,待會呢,我也會來唱這首歌 那,這首歌呢,其實 就是,因為在那個2000年 2020年的時候啊 四年前2020年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說 那時候根本就沒有辦法出來 跟朋友們聊天啊,聚集啊 所以當失戀的時候 人家說有一些哥們啊 陪你啊 抒發心情 然後喝喝悶酒 或者是唱唱歌 抒發情緒 但是在四年前疫情期間 我們每一個人都被關在家裡 所以這首歌 住住世世的非常的幫助到我 然後呢 尤其是唱到歌曲的後面那一段 啊 我無罪,我無罪,我無罪,無罪 請你不免同情歌 酒哪樂,後聽你心歌 真的是同理到我當時的心情喔 因為我那時候說實在的 我覺得有的時候一個人的感情故事喔 當你遇到挫折 或者是那個故事說實在的 那個痛在裡面你根本無法跟人家分享 就算你說出來了,別人不見得能夠理解 所以我覺得真的我覺得這個仿正有很多的歌曲喔 你看我們的流行歌曲 百分之八十吧 你可以說幾乎都是跟感情有關 那這些都是一些創作詞曲的人 他們呢,走過人生的故事 遇到過的愛情挫折 就把它升華 催添成為一些的歌詞跟歌曲 然後呢,再把它創作出來 再傳唱在人間 傳唱在民間 我是覺得歌曲 尤其是像這種情歌啊 療傷歌曲 其實真的是非常幫助到我們 幫助到我們人心 抚慰人心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偉大的創作作品喔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我陸陸續續呢 從四年前開始只是唱歌抒發心情而已 到後來就是 發現自己的歌啊 不僅是能夠聽得讓自己安心 同時呢,也有些朋友跟我說 欸,那個約伯啊,聽你唱歌啊 其實都有一種被安撫安定的感受 那在那個時候我情傷其實很重的時候 其實幾乎每天晚上我都是聽了自己的歌 錄下來的歌,在睡覺的 然後呢,我的朋友也有說 欸,他們聽聽我的歌睡覺 其實,欸,他們就比較能夠睡得著 那時候的我也是一樣 就是白天啊,唱,錄唱 那晚上睡覺的時候再能量回收 能量回收到我自己的身上 所以,親愛的朋友 如果您覺得我的歌聲有幫助到您的話 真的,這也是我莫大的榮幸 也是我出了當街頭藝人以及唱歌 輔慧世人的一個心願 若是能夠幫助得到您 那我真的是非常開心 那,呃,最後我再分享一個小故事哦 就是,我記得在大學的時候 有一天晚上呢,就是我補習回來 那補習回來的時候大概都是九點十點了 然後呢,一回到家的時候發現 欸,客廳的燈啊,是暗掉 整個都暗掉 然後我就把燈打開 打開的時候突然,欸,看見我的姐姐 在那個餐桌那邊哦 一個人哦 喝的爛酒,爛醉乳泥 他其實 其實不能說爛醉乳泥 應該是喝到一整個人就是 整個人就是又流淚 然後又一直在喝著悶酒 而且還是會喝那種威士忌那種 然後燈是全暗的 然後燈打開的時候 看起來就是那個狼狽的樣子哦 那個時候我不懂 那時候我不懂為什麼我的姐姐 會這個樣子 讓自己在狼狽的在客廳那邊呢 呃,喝著悶酒這樣子 然後終於在我人生前一個階段 情感受傷的時候 我之後終於懂了 哦,我懂了 然後換我了 我終於懂的時候 那時候我覺得 我是覺得 因為我是巨蟹座的 我很喜歡 不是啊,我應該說 我不是喜歡 我是直言不會的表達出我的情緒跟情感 所以在四年前那時候情商的時候 我這樣跑去台北那個紅樓那邊喝酒 那一個人就坐在那邊 然後喝喝喝喝喝 然後大家看過 然後把自己喝的實在是那種醜太難堪 真的是喝的 喝的那個狀態說實在的啦 我後來就是也是蠻醉的 然後呢我離開那個紅樓那些的那個 那邊的那個bar的時候啊 就在往捷運的路口的某一個地方就坐在地上 那個時候呢我看著那個 街上西門那邊啊 那個人啊來來往往這樣子 那有些人看我 有些人沒有在看我 我那時候只是覺得說我想要 有點放棄自己的心態 讓自己醉到一個難堪的樣子 也沒有在管的 也沒有在管我的面子啊或怎麼樣 但是呢我那時候終於就有感覺一個體會 難堪啊或稍微有點失敗的時候 或稍微有一點點的比較 呃 沒有那麼ok的時候 幾乎大家都馬上看到你就像看到鬼一樣的 馬上就逃開了 所以我在那個時候在 西門捷運站啊那邊喝完酒 喝了爛醉乳泥的時候坐在地板上這樣子 那個樣子我都覺得說嗯很醜 但是呢也沒有人會來理會我 也沒有人會來同情我 所以我就下定決心了 我可以發洩我的情緒 用這種方式發洩我的情緒 一次兩次就好 但是我決定呢讓自己光鮮淡立起來 所以呢 呃我終於懂了為什麼在我大學的時候 我姐姐在家裡喝悶酒 後來輪到我的時候 我終於也是知道哦原來 原來這首歌哦 你看他歌詞的後面講到說 我沒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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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不用同情我 我還要維持一點我的尊嚴 你不用同情我 就算你可以同理我 但你不用同情我 然後呢酒若立後 疼立心肝 上心上心的我 心情沒人會知道 沒有啊 只有小酒 奇怪我這樣跟講的 怎麼差那麼多 只有小酒了解我 只有小酒了解我 好就是說在那個時候當下說實在有的時候 我覺得 你知道所有些人什麼 酒精上癮啊或者喝酒上癮啊 我覺得其實那些都只是一種 那只是一個果 真正的最主要是那心裡有一些的苦悶 心裡有一些的難過 無從發現 說實在的 所有的問題通通都不是那些什麼酒啊 或者是什麼其他的癮啊 最主要是心裡的問題沒有被解決 所以呢 今天這個世博集這首歌分享G.R.A. 行不行 等一下我會唱這首歌 然後也同時分享一下我當時情商時候的故事 然後呢希望就是說能夠看到這個影片的朋友們呢 我想感情都是這樣 感情就是在人的一生當中 因為我們都是人 我們渴望能夠愛人也能夠被愛 所以呢 難免在感情的路上像那個周傳雄的黃昏那一首歌 他歌詞也講到說 感情的路上傷害在所難免 黃昏在美終要黑夜 那個所以我覺得 如果有機會看到這個影片的朋友們呢 我想要告訴你就是說 不僅是只有協助了解我 其實我們都是當時也是借酒要求 但其實真正需要被同理的 被療癒的其實是我們心裡的傷 那即便說沒有人聽你說 沒有人聽你訴苦 像這些的歌曲也都是來幫助我們療癒我們的 那也希望小潮 約伯我唱的歌能夠陪伴到您 能夠呢 解你心頭的一些的鬱悶 好那個請記得當一個人不如意感情受挫受傷失戀 的時候 無論如何 你會覺得只剩下你自己一個人喔 但是我要告訴你的就是說 有這些歌陪伴著你 還有小潮也陪伴著你 好嗎 還有許許多多 我們走過來的人都陪伴著你 好 下次我也分享另外一首歌就是 佳佳的為你的寂寞唱歌 好 我們今天是播集的這個第一集 我的解說介紹分享就到這邊 接下來請您欣賞我所唱的 驅傲的心聲謝謝 謝謝 《不美國彆 poverty ens! 》 山明海説 但兩個人 有酒茶 山明海説 但兩個人 有酒茶 我心悔傷 你若會吃虛話 去陪了我 刺激掉我 這頭的暖 請你愛上是我 最後的結果 也是不太重 靈心 怕唱歌 鄉鄉一水 飲好打 最好水是 賣給我 啊 我沒水 我沒水 沒水 請你不想吃我 就若落後 聽你心我 上心的上心的我 心情無人的知 只無聲就 了解我 閃邊海西 藍藍藍藍歜膽nier雲cióiff 為全你願意來我 我太過了 哪會吃起花 欺騙了我 刺激著我 這後的暖請你愛上什麼 醉後的結果 也是不太爽 良心 怕酒夠 湧湧一水 飲好大 醉後醉心 麥給我 啊 我無醉 我無醉 無喝醉 請你 麥當情我 酒 哪樂 後 聽你 心我 上心的 上心的我 心情 無人的 知道 酒 酒 酒 了解我 啊 我無醉 我無醉 無喝醉 請你 麥當情我 酒 哪樂 後 聽你 心我 上心的 上心的我 心情 無人的 知道 酒 酒 酒 了解我 酒 酒 了解我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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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